同类疗法 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支架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二白斯 王子才能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迪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名医生转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四十多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细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疗剂 这次疗剂 另外一个灵丹妙药的名字叫做 氧化铝 拉丁文是alumina 英文是aluminum oxide Oxide of Aluminum 我们叫做氧化铝 我们如何认识氧化铝 第一个主要的症状就是皮肤肝 是很严重的肝 皮肤肝、面肝、很多皱纹 有些小朋友也好 小朋友的皮肤也有很多皱纹 很老化、很肝 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止汗剂 这些止汗剂的成分都是铝的直化铝 即是aluminum silica 这些aluminum silica 这些止汗剂 当然是一种干化剂 就是drying agent 所以第一个主要的氧化铝症状就是 肝、头发肝、皮肤肝 肝到皮肤有皮舌 这是主要我们可以留意的氧化铝症状 第二个症状可以看到就是便秘 是很严重的便秘 这种便秘严重到完全没有便移 一点都没有便移 你可以想像一个人在洗手间 10点钟之后去洗手间 到1点钟之后 他们还没出出来 他可能几天或三天没有便秘 所以这个疗剂是可以这样说 是用一些很严重的便秘 尤其是BB仔 BB仔的便秘 尤其是BB仔喝了奶粉 之后出现这些严重便秘 当然老人家更加干了 经常有个洗手间 很多日很多日都去不到 他们便要淡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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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泓搓去 但只要被逃悖 REAL 后裹小时把асс力疾啊 発症 ер常 有时候,有一个症状,我叫做painter's chronic,就是油漆脑的绞肚痛 其实这个通常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以前的油漆里面,是有很多圆的成分 所以这些是一个圆的中毒 出现油漆的人士不断接触,有含园的油漆出现,搅导痛 遇到这个情况,这个尿剂的Alumina 亦是氧化类可以解中原毒的症状 第三个关键的症状,就是记忆失退 即是发现之间,突然之间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 很多时候,正常的生活方面,它开始有些障碍 有些出现问题 很多时候,在街上,平时去惯的地方都会迷失 这个可以这样说,是慢慢进入一个老人痴 可以叫做阿尔三母Alzheimer的症状 我现在都知道,老人痴外Alzheimer 已经发现,它脑里面有一种铝的成分是非常高的 比一般高的 所以,都开始觉得,铝是导致下Alzheimer的原因 现在铝就是很多的罐头食物 罐头食物,其实有很多的,是有铝的成分在 自从有些罐头食物之后 早前的,我们同学疗法的医生 都已经开始警告世人,我们会出现一种新的病 这种病,是跟这种罐头的铝的食物是有关的 好了,即是记忆力慢慢衰退了 好了,还有一个关键的Alumina的症状 就是神经反应是迟换了,慢了 譬如我们去做一个神经反应的测试 你拿个锤子敲一下他的膝头歌 他就不是立刻跳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才吐了声,才跳起来 这种是我们叫做神经反应的持续 这个也是一个女的其中一个关键的症状 你留意一下 很多时候,他的感觉是持续的 比如可能拿着一个很热的杯 他初中不知自己,不感觉自己烧身的 突然之间觉得,咦,手很热 立刻才放下 这种迟钝的反应,就是Alumina的其中的症状 当然再发展下去,下一步就出现了癱瘓的状态 不单是症状态 慢慢地开始,下肢开始消瘦了 大便好像没有力了,就好像癱瘓了 肛门的直肠是癱瘓的 一定就要用冠肠才能够去到大便 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出现了 MS,我叫做Multiple Sclerosis 是多发性的硬化症 会开始有这种癱瘓的症状 其他,就开始有四肢不协调 四肢控制不了 他可能的脚在某方面走路 他就转到第二方面 这些会出现的老人的痴癌 Alzheimer这一类的症状 他开始走路都协调不了 这就是下一步进一步地出现 在我们的同学疗法里面 我们有很多这些 处理这些老人的精神退化情况的疗剂 其中一种就是黑粮石 很多时候用在一些老人家 他躲在家里面 就是在隔空摸一些东西 拿一些东西 可能在数格仔 数天花的格仔 数地下的阶磚 这种痴癌的情况 我们同学疗法有一个疗剂 所以黑粮石可以帮助到这个情况 这个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身体和脑袋和身体的神经协调出现问题 最初就是磁换了慢了 接着就直接破碎了 即是没有了 直接协调不了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Lumina 处理这些神经 慢慢退化这个症状 即是走路方面 就好像 走得不稳的 就是摆来摆去 这种的步伐 好了 还有一个情况 但Lumina 最主要的基礎 根据的症状 就是吃薯仔 打火 都会令到很多问题出现 其中一个可能 有些人不饮得奶 一喝奶 肚舌啊 有很多症状 比如Atuzula 炭饭 丹 Nation carb 这些人是不能喝牛奶 但Lumina 是不能吃薯仔的 它一吃了薯仔,就有嚴重的便秘, 搞肚痛,這些問題就會出現, 所以在Aluminum這個療劑, 我剛才所講的,對那些在喝奶的审溫仔便秘, 本來好地地的,突然之間就開始用鑽做奶粉, 用餵奶粉,就立即出現問題, 這種情況,我們的療劑都是Aluminum 希望大家有機會利用這個療劑, 幫助大家遇到健康問題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同類療劑, 覺得適不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約? 需要的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沙甸街、 富盛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拜拜!